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B 其實3月的時候就和老婆回到香港過幾星期了 我們之前都會儘量一年回去一次 不過自從 COVID 之後 2020年到現在都有四年多沒有回去 而我每一次回來都一定要喝玻璃瓶的鮮奶 玻璃瓶的鮮奶是越來越少 就算日本都好像已經不再做 因為要循環消毒的玻璃瓶 是很浪費時間 所以看到的話就記得多喝兩瓶 以後可能真的找不到 其實這段影片就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介紹 純粹是一個郵寄 我們現在正式開始 除了玻璃瓶奶之外 另外一定會吃的就是麥當勞 因為現在我們加拿大已經沒有早晨全餐 不過幸好在香港還有 還可以加上奶醬的熱香餅 Skippy 花生醬簡直是兒時回憶 還有煉奶 全部都是一個易擠的包裝 讓你一滴都不用浪費 不喜歡奶醬沒問題 試試這個柯華甜 其實好像 你那罐柯華甜粉 如果潮濕了 裡面的結成一粒粒一粒粒的 有點像那種感覺 兩種口味都是好吃的 一定好吃過 那些甜到死的糖漿 其實最主要原因 為什麼回來 就不是真的回來喝玻璃瓶奶 那麼簡單 其實我爸爸還是住在香港 所以我盡量 尤其是做了這一份工之後 有stand by 機票 所以盡量一年都會回來一次探望我爸爸 吃完這個這麼豐富的早餐之後 我們要去一個非常之開心的地方 是HAPPIEST PLACE ON EARTH 沒錯 就是香港迪士尼樂園 你不要以為全世界的迪士尼都一樣 因為每一個迪士尼 都是他們自己 自然地運動的 所以每一個迪士尼 都有它的特色 就是這樣 而聽說 其實法國巴黎 是最差的迪士尼 香港這個我開了這麼多年 都沒去過 這次真的是第一次 不過未去之前 已經知道 其實香港這個迪士尼 是挺小的 一天就已經玩得了 那去年7月的時候 去了日本東京那個 都挺好玩的 這次又看看這個 香港又會不會有香港的特色 而很多次去亞洲 這些套餐之前 我都會去KLOOK 看看有沒有一些優惠 這次也不例外 買了他們的套票 FAST PASS的優惠 再加上買了食物的套餐 OK 便宜一點 便宜得一元一元 為什麼我喜歡三月回來香港呢 當然是因為假期的問題 第二就是天氣是一流 尤其是我們去過一天 簡直是天公做美 一塊雲都沒有 21、22度的天氣 穿T恤就完成了 我很喜歡這個 迷你莊園的旅程 它就不是什麼 自由旅程 你知迪士尼沒有什麼自由旅程 它是一個沒有軌道 即是trackless的dark旅程 不過不知為什麼 我覺得它的配樂 特技 整個氣氛做得很好 所以我玩了兩次 小心吧 你有沒有什麼禮 Secret 你有沒有一定的 你剛剛有一點 你不覺得你 你喜歡吧 不覺得你 你 你怎麼樣 你了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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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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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猛之后我们再去吃东西 说过在K6买了一些套票 47元左右 包一个午餐、晚餐和饭食物 除了要在一些特定的餐厅里用之外 选择套餐的时候 只可以选一些属于150元港币以下的套餐 如果你过了的话就补回餐额 不过150元其实也有很多选择 例如这一碗超级无敌海鲜乌冬 你看一些鱿鱼圈厚到 然后有一些贝、虾 然后还有这一条超级大碌的蟹柳 而汤底应该是一个黑蒜油的猪骨汤底 未试,不过看录的样子应该是 而乌冬都算他们有诚意 起码用回冰乌冬 不过老实说我们这些汤真的没什么期望 你看它稀稀稀稀稀就知道 乌冬都可以的 起码没有很软 还有点咬口 而这一条大蟹柳我发觉今次回来 因为我也有几年没回来 好像我之前回来不觉有这一条大蟹柳 我在DONKEY那些是看到他们 在卖这些大蟹柳 好了,吃饱了,我们又去冲过了 有顺眼,有顺眼 有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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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迪士尼的另一个高潮就是这些花车巡游 美国那些当然是很大型 日本那些都OK的 香港这一个就应该叫做卡车巡游 因为只有两三卡车 然后摆了卡通人物在上面 所以说句好像那些囚犯的囚车 三国语言这个就真的是香港的特色 真是很少国家的迪士尼会有三种语言 还有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后面有这么多人跟着走 这个是不是一个香港迪士尼的tradition 其实走着走着看一只标准已经差不多下午五点钟 之前提及过那张计划可以包一个下午晚餐和一个饭食 那我们今晚的晚餐就去这家皇家盛宴 一进来就好像宫廷式的装修 见到王子和公主已经急不及到在这儿跳舞 我们不要妨礙他们 我们先看看是否吃 食物方面它就分开了几个不同的区域 其实每一个地方就是买几种食物 其实是好的可以分散人流 不用一条队排到出门口 它这样做就变成吃不同的东西去不同的地方排队 就分散一点不用那么长队 打量完一轮之后我们决定吃一些最港式最港式的东西 就是港式焗猪扒饭 我买完饭坐下之后 最初就想着灯光不太好 很橙很旺 就想着不拍了 所以就已经弄了饭 不过弄饭之前 其实我有拍照的 现在我就给回原风不动味 弄饭之前给你看看 为什么到最后又决定拍呢 其实是因为饭真的挺好吃 不知道是不是肚饿 但是怎么说呢 它是那种便宜的茄汁 但是便宜得来又很好吃的 你明白吗 接着那些猪扒也很软 就是不会干了 没有了肉汁又咬 不是的 是好吃的 吃完晚餐就去换了饭 因为再不换的话 东西都关掉了 我们就换不了了 饭可以选择雪条或者是popcorn 我知道很多人去迪士尼都喜欢吃popcorn 因为它们的popcorn盒和容器 是很漂亮很值得操作的 不过我们是一般的 所以决定吃雪条 不过记住真的要早点去换 到时如果那些车子当都关掉 你就可能分钟想换都换不了了 其实吃雪条的时候 太阳已经在下山了 所以接着再走多一阵 坐多一阵已经黑齐了 香港迪士尼是删得比较早的 通常8点多钟就已经正式关门 不过迪士尼的传统 在删门之前一定有一个展示 我们现在一起来欣赏一下 香港迪士尼版的幻彩泳香江 在码川沙的中间 我们现在有一个电影 我们现在一起来欣赏 我们现在走来 我们现在走来 我们下山了 我们下山了 很冷静 我们下山了 我们下山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雖然說香港的迪士尼是小一點 但其實我也很驚訝香港都有一個迪士尼 起碼我們加拿大都沒有 在我今次回香港之前 有個朋友叫我要試這個 林鄉嶺的手打檸檬茶 既然那天走這個新都會廣場見到 沒理由不試一下 最主要是他們採用了不是黃檸檬 而是香水檸檬 那種香味比較特別 而且苦澀味比較少 加上他們的茶通常會濃 而且那個做法會不斷斷斷斷斷 有點像Mojito那種Cocktail的做法 所以是一杯濃烈的檸檬茶 再加上你一開蓋 其實你見到裡面非常多檸檬 又有冰 又有檸檬 又有檸檬中爛的檸檬肉 喝的時候其實是有點吃力的 因為你的飲館很多時候會被檸檬肉塞住 所以相比一下 好像正常的港式凍檸茶會比較好 以及以我所知 多倫多那間林鄉嶺 跟香港那間是完全沒有關係 隔幾年沒有回來 翠華餐廳少了很多 敏華四處都是 而這間敏華都是屬於太慶集團 不過現在全世界的東西都是集團式 否則你很難做 那隔隔就算是一間 叫做企理少少的茶餐廳 都是吃碟頭飯 喝喝奶茶 精精常常的東西 沒什麼特別的 價錢方面 就50多港幣一個碟頭飯 那不是最便宜 但也不是最貴的 不過勝在它很多分店 那是方便 那今天去這間就是 荃灣餘心廣場的分店 你會發現今天影片 很多東西都是荃灣發生 因為我們比較喜歡住荃灣 荃灣又近機場 你喜歡坐巴士的話 20多元一程 20分鐘就已經進去了 再不是坐Uber 200多元港幣就已經有交易 荃灣現在什麼都有 你要的店鋪都有 連Donkey都有 只是Donkey我們都去了兩三次 再加上如果你真的需要出九龍的話 你坐荃灣線 你在終點站上車 就是一定有位置坐 叫了兩碟飯 都是正常碟頭飯的級數 一個就是麻婆豆腐飯 一個就是香煎豬扒煎蛋飯 我覺得其實他們的優點 就是坐得舒服一點 站立一點 乾淨一點 還有那些姐姐的態度 是真的不錯的 還有我都忘了 原來香港吃油菜是這麼便宜的 平均20元港幣就已經有一碟 嘩 加拿大真的很貴 你現在出去吃一碟油菜 起碼要10元 酒店對面有另一間我們自己喜歡的茶餐廳 每次回來都去兩三次 就是叫做樓下冰室 番茄龍湯餐肉通粉 也有很多新鮮番茄肉 湯底酸了少少 不過是挺好吃的 挺開胃挺精神 沙爹牛肉公仔麵 香港茶記另一個必食 有花生味 挺濃的 炒滑蛋也是另一個必食 不同的茶餐廳有自己的獨門秘方去炒 不過其實最主要就是要看著火候 因為大火炒你的蛋一定會壞 那既然過兩天就已經回到多倫多 無論如何都要先吃菠蘿油 喝多杯凍奶茶 不過我不喜歡菠蘿油這樣夾 我也是喜歡傳統那種 打橫切開包夾進去那種 你問我荃灣有什麼好 街都有得素 還不夠好 荃灣路得維 你要吃什麼就有什麼 我最期待呢 其實就是回來吃香港的魚蛋 還有那些金黃色的格仔餅 大家還記不記得這兩間豆腐花店 鬥到難分難解 你死我活那兩間呢 那既然買幾元雞 港幣一碗豆腐花都做到今時今日 即是證明他們都有各有支持者 各有用等的 所以我們都是隨便選了一間來試 就算了 我們就選了左手邊那間讚和 7元港幣一碗豆腐花 早幾年回來的時候 好像是賣5元 我都不知道他們怎麼做的 有幾款糖水放在這裡 你自己喜歡放哪樣就放哪樣 旁邊就有些黃糖那些 還有豆腐花是有凍有熱 任君選擇的 有香又滑又冰凍又有豆味 再加上薑汁又香 黃糖又甜 非常之正的一碗豆腐花 另外一樣我自己掃街的最愛 當然是咖喱魷魚魚蛋 我今天就選了這間陳記魚蛋 吃了才告訴你 我就選了魚蛋 玻璃魷魚和腸仔 而咖喱汁我只是選了少辣 因為我知道香港說辣的東西 是真是真辣的 首先不說食材 先說咖喱汁 因為這個咖喱汁真的不少 你看到裡面是非常之多的 再加上它的醬汁是非常之濃 哇辣就真的辣 完全是我小時候吃的那種味道 食材方面 腸仔就是腸仔 魷魚玻璃魷魚 大家都知道是淡味味沒有味 純粹是蘸醬汁來吃 魚蛋我就真的失望了 它的魚蛋是很粉的 真的有點失望 吃完這一樣 我們的掃街行動就完結束了 港式格仔餅 它是用回雞蛋仔的粉漿去做 所以出來是燕燕燕燕 非常之香蛋味 當然要夾很多的花生醬砂糖煉奶 其實很多時候回來香港 朋友會問有沒有吃什麼特別的東西 我想說 其實我回來香港是吃普通的東西 不是吃特別的東西 因為特別的東西現在多倫多 反而普通的東西 這邊才是最難找的 其實這次回來香港 也有吃很多其他東西 不過不是每天都有拍片 因為有時候吃飯 真的想全心焦點 吃飯不想掛著拍攝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的 就記得訂閱、讚好、留言分享 下次再見 拜拜